由基隆市政府主办 基隆市体育会承办的 111年基隆市运动会 今年在中正区举行 基隆市体育会特别规划 在海洋大学操场办理 场地宽广还有人工草皮 提供大家一个安全 舒适的运动场地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 111年的基隆市运动会 去年因为疫情关系停办一年 也是我们 三十几年来第一次停办 我们从 林水木当市长的 第一年开始的全市运动会 陆细办了三十几年 今年这个场地 我们跟海大校长 借这个场地是最好的 因为所有的 包括我们的 气会竞在 武艺 篮球 球球 桌球 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个地方 不像往年 因为我们的运动会 是由各区人办的 一个区在他们 八年 七年轮一次 今年 今年的人害期就没办法办 因为疫情 今年在中正期 明年到安乐期 没有办法像我们 这么好的场地 所有的都在这里 也非常谢谢市政府 跟议会 参议长大力支持 让我们这个活动 今天有将近三千多人 而且啊 虽然疫情 可是疫情过后 破纪录 今天参加的单队啊 机关团体有三十三队 包括我们的球类 包括我们的武艺 身经障碍 还有各区体会 加加起来一共有 四十八个单队 比往年多了 七八个单队出来 所以说虽然疫情 可是大家 现在稍微解封了 大家都出来晒太阳 硬运动 多运动 对身体会健康 非常谢谢林市长 大力支持我们的体育活动 海大的设施 都是比较顶尖的设施 让我们能够提供这个场地 来让运动会在这边举行 我们觉得我们有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 我们感觉非常高兴 非常光荣 在疫情趋缓之下 全台湾的疫后振兴 同基隆开始 所以这一次 我们也特别举办了 基隆市运动会 参与的人数非常踊跃 破了过去以往的记录 我也相信大家都认为 有机会来参与 更多的体育活动 是件好事 那明年度会在那去举办 我们期待大家 更多人来参与相关的体育活动 在疫后的一个时代 我们其实 大家其实借由运动 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 我们认为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今天有看到 那么多舞来参加 那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开心 也希望在疫后的时代 大家开始调整 自己生活作息的时候 也不忘记天天运动 保持自己身心 上面的一个健康 今天因为疫情开始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多多运动 有一身健康 谢谢 尤其现在疫情啊 也正在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那未来呢 不管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也都需要走出来 有更多的运动 所以今天国粮 也非常开心地 跟大家走在一起 流了很多汗 今年的基隆市运动会 有球类运动 还有趣味竞赛 以及五翼展演 除了市政府各局处 组队前来之外 民间各团体也踊跃参加 把握好天气来运动身心 舒缓疫情期间的紧绷压力 我们区区的团委会 各区的团委也都来参加 那容许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新医区的刘会长 我们中山区的赖会长 我们曾山梅的李会长 我们中山区的国会长 然后我们浪暖区的林会长 我们仁岳区的李会长 那今天我们区区的会长都来参加 疫情大家关太久了 这一次我们社区所有区区的社区 都有出来参加 以往是没有 现在我们李市长也把他 邀请大家一直参加 大家都很高兴 希望大家都出来运动 经过一天激烈的比赛之后 市长林又昌在闭幕典礼上 颁发了最佳总颈标 人见得爱 人见得爱 那我也非常感谢仁爱区的各项队伍 代表队的用心以及努力 奋力的来为仁爱区留下这一个总冠军 那最后的总颈标是仁爱区 那这个我们金融市的这个传统 就是这个总颈标 这个要喝一大杯的这个啤酒 那也象征团结 那不过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 稍微调整一下做法 不过这样的一个精神继续传承 那在疫情趋缓 然后要走向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大家可以逐步的往户外的活动 来锻炼身体 来呼吸新鲜的一个空气 那今天的全市运动会 非常顺利圆满 也有一个好的ending 然后希望大家健康平安 我们金融市已经创下我们运动爱台湾四连霸的记录 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提升我们全民运动 达成运动爱台湾五连霸的目标 同时会场上也颁发了第九届的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 副会长的当选证书 给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 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基隆体育界的庆功宴 展现体育人的团结气势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